周周整个火爆程度有多强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欢迎两位做客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我的新的客厅 欢迎我们周周 欢迎莫莫夏老师 哈喽大家好 需要介绍一下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维舟 很高兴然后在这个夏浦巴沙科技客厅 然后和我们的这个老师老师 然后见面 也很开心和进入前的大家在这里见面 周周真的结束之后 我明天就会再加速 周周跟他聊一聊 最近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你不是也去了云南跟小朋友 我们带来了很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同时呢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那个整个那么惊人的演唱会 就是在泰国的整个很好的一个反响 是是是 我前段时间呢就是在韩国 然后泰国 然后也在国内的是北京上海 然后深圳 然后开了自己的这个亚洲个人巡回演唱 只有你是第一个唯一一个售票的 在那个泰国的时候能够那么爆满的 其实也是很感谢大家对我支持 也是大家对我一个支持的 这是一个合集吗 就是几个程序在一起的 对对是一个花絮 其实这是有很多背后的故事 就是当时在泰国的机场 然后泰国粉丝来送鸡 你整个在泰国机场都已经撒娃迪卡的表示了 他们当时就等了一天嘛 等了很长时间 然后一直在机场 他们就是我的光 他们就是我的光 就能感觉到粉丝的热情 狂热 其实我真的觉得有这么多的人去支持我 能在我这个年纪也不大22岁 然后又能开自己的演唱会 然后又这么多人来现场看我 我觉得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就是当时有没有想过就是那个时候会想说 给自己一个计划说什么时候 但现在穿就实现了 因为觉得感觉跟自己的计划有点超快 感觉计划提前了 提前了好多 因为小的时候也不是小的时候 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在学校里面 然后组乐队 然后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吉他手弹吉他 当时就觉得能站在比方说学校的舞台上面 或者是这种小的live house上面 这种舞台上就感觉已经实现自己梦想了 但没想到过了几年 一个歌手的形式站在舞台上 然后去面对这么多的我的粉丝观众 我觉得真的挺开心的 所以我们要祝福豆豆真的 我觉得这是他的可能是修改的一种福气 跟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粉丝的这种热爱的那种回馈 修改的福气 就这种真的就是我觉得人就会有一种融辉的感觉 就是可能就是你生来的福报就是这样的 上辈子肯定我做什么好事 本身工作很认真 对然后你又对待你的粉丝那么的热情 所以他们就相同的会一样就加倍的就对你很好 所以就是这样轮回的下来 就是越跟越好的一种正能量的呈现 刚才我看完就觉得好 还有这种震撼的气息 在这个电视上看过 我们还没有今天还没有会不会带给大家带来一些 就是除了现场之外还有些照片吗 或者是我们之前去公益活动的这些照片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可以啊 有吗 来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们就是在巴西亚的这个艺术梦想 对在云南昆明的一个也是山区吧算是 因为我之前听史研说特别的感动 我也没有看过 所以特别想看一下 我也没看过 你也没看过 没看过 现在可以看一看 那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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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生日 对 22岁 22岁生日 曾经好 今天啊 我是来给大家上了一些音乐课 是整个这个活动 是给学生是教音乐课 对 给他们送上他们的那些 有好几个环节吗 先是上音乐课 然后再是 石阳老师现在穿的那个T恤 什么呀 在同学们的 石阳老师穿的就是这个 巴刹工艺新的这个设计的 因为上面那个图案都是 也是孩子们他们自己画的 然后特别有意义 这个整个看完就新闻暖洋洋的 我觉得特别是感动 而且能看到你当时的那个 特别真诚的那种笑容 都特别可爱的 对 因为和孩子们在一块 就他们那种真诚 就真的能打动人 在他们那里就 看他们眼神就感觉到 他们就是特别无邪 特别的清澈 然后想法其实特别简单 特别单纯 他们之后会给你写信的 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老家也是 就给我们老家的孩子们贴物资 他们很单纯 之后就给你写信 你就看得觉得很好笑 因为各个同学 不同年级的同学都有 然后就会看小孩子们 他们的文笔都会不同 然后写的东西又好笑又可爱 也许就是改变了这个小孩的一生 然后他有一些梦想 是 因为当时去的时候 就我们给他们发放这个艺术梦想包 然后这个梦想包里面呢 就是有这个画画的工具 我和那个史严姐一块去嘛 那我不会画画 史严姐因为是这个画画出身的 特别专业 然后当时去的时候 就那个他们的老师来叫他们画画 我们在下面 然后他告诉他们 就是说你们画一个自己的梦想 就是自己将来想做什么 什么职业 有的孩子就一下子就想 我说我长大我要做钢琴家 小女孩 我长大我要做一个舞蹈家 然后呢有的男孩就是不说话 就男孩其实到这个年级 对 比较内向一点 不像女孩 然后他们呢就是跟他说话 他就不害羞 对 不害羞 那我说那你就把你自己的梦想画出来 把它画在这个画纸上面 然后他就默默地自己埋着头在那画 拿着拉笔画 然后画出来是十年后 我 然后他画一个他自己一个小人 军人 就他十年后要做一个军人 就很有体力了 对 他真的是以后再翻出这张画的话 他会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是是是 他们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梦想包真的特别有意义 就是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然后让他们自己能 看到 对 直观地感受到看到 这是我将来的梦想 然后我们也作为 我也算不算大人吧 那你小时候有画过吗 那你小时候有画过吗 小时候其实 我好像也画过 我以前画过 因为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做一个人民警察 真的 对对对 我的小时候梦想做警察 周周原来也有 我小时候经常画我自己 长大了以后长了一双大床腿 但这个梦想没有实现 真的吗 梦想老师 你真的是想到一个大床腿吗 对啊 做梦都在想 那我们可以云一点 云一点云点给我 可以把伟同学的腿 云给我们一双大床腿 真的就每个人小时候都有一个梦想 然后现在做这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他们长大了之后 一定会感激你的到来 在那一年的这个时刻 在你的生日的时候 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让他们就记住一辈子 其实那天就是去到云南昆明的时候 做这个公益活动 当时其实我去做这个活动 我也没有就是在网上面 或者是别的平台上面告诉大家 我许维舟去到这个山区 和孩子们去帮助他们 然后在这个生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对我自己来说 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生日 然后去到山区里面 去帮助一些孩子们 然后和他们一块过 我觉得那个生日真的是 在我人生中 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对 而且我觉得看的那些 当天的阳光特别的明媚 对 天气特别好 就在电视上呈现出来这个 云南的特别 蓝天白云色彩特别特别好 主要还是我们的电视角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当时真的阳光有这么好吗 当时天气真的特别好 蓝天白云 我看到那个就是他们的山啊 然后我还到他们就是村庄嘛 他们旁边有村庄 村庄里面有养的 散养的那些小动物嘛 然后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和那个大自然融为一体 对 我刚才看你的一个画面 是两个小朋友在那 你就在旁边 然后跟他们一起笑 阳光特别透 就是我不知道是电视机的效果 还是当时天气有那么好 我们能不能带回去的 那个画面再看一下下 我们是 能够把我们刚才那个画面 再回复我们看看 蓝天白云 我觉得当时那个感觉特别好 想要再记住一遍 当时去到那个 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他们啊 孩子们其实 就是特别特别纯真 你们有那么想法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其实家里面有一台大电视的时候 电视机又重新回到我们生活的中心 对 是 我中间有很多年 其实我根本就不看电视 但是呢 其实你看到现在互联网的应用 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你会发现电视重新把我们又拉回客厅了 就给生活带回来了很多 其实看这些 那天这阳光真的很好 那天 那天不好啊 对吗 今天呢 我是派给大家上一些音乐课 我觉得不知道是这个剪接 还是这个孩子们的真诚呢 我看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其实有机会的话真的是 你看就是这个 这阳光多漂亮 就是你当天其实去的时候还是有雾的 早上的时候感觉天气还暗暗的 对 天气暗的 然后当下午的时候就迎出阳光了 对 我也是就是坐在车上嘛 车上也时间挺长的 我就哎呀 我瞪着眼睛一大早嘛 我也是没睡醒 然后我在车上睡了一会儿 再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眼睛一睁开 哎呀 一向的蓝天白云眼 然后孩子们 真不错 这种我觉得越看就是能够让特别 我刚刚看完我的鸡皮疙瘩就起来 就是那音乐起来的时候 然后车一说你没有梦想吗 就那句话带进去就整个就特别的感动 太有意义了 我觉得应该每年都要做这样的事 是是是 有时间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坚持做这个事业 对 彤彤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其实我们在家里面会课的时候 经常需要跟朋友谈 他哎 我最近做了一件什么项目 或者是说我最近在拍了些什么东西 大家经常使用这个电视 就是大屏幕电视又重新成为我们客厅里面的一个时髦的一个家居了 亦不可少 对 我家都是一个大屏幕 是 我拍了一个照片的时候 然后就是朋友们就留言 都没有关注说我旁边的摆设 说哇 你们家电视机够大的呀 就一定就是说电视机够大的 我其实在2012年自己装修了一个房子 一个特别夸张的一个有艺术风格的房子 那基本上所有的家居杂志上了一个变 但是呢很多人问我经验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我就说以往呢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 很多人给自己大别墅嘛 我一定要有一间影音室 这个东西的成见其实要化掉 因为我们会发现生活越来越忙的时候 我们很认真的在影音室看一部片子的时间会特别特别少 就像那种小型的影院 对 所以呢现在呢大屏幕已经很多人还会用投影 然后用工放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现状已经发生脱节了 那我们现在随时我们需要把网上的东西 比如说我要找许位周的最新的节目 我在上网搜索 那我要看你最新的片子 我其实马上就要看到 那这个计时的 你不会说我专门到影音室里面去 所以在客厅里面一个大电视是特别特别需要的 但是很多人以前会觉得 电视看电视的生活跟我们好遥远 而且它小 而且大家会有一种就是想说 我们还要看电影后 我们就看大屏幕好 大萤幕就有个投影 那个感觉比较酷 有没有 登一关 但现在我发现就是以前我也曾经想换过大 就是大的投影 但我发现就是它的那个还原色格没有那么好 而且必须得特别暗的时候 然后就关的就只能看 然后如果上网的话 而且很多时候投影的那个尺寸 大屏幕已经完全迅速就达到了 对啊 那就是说你平时呢 你家里面的电视 你是喜欢看电视 你还是喜欢看那种大的那种投影呢 我家还是就是比较电视机嘛 就大的电视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电影 然后也挺喜欢就是一个人就没有工作的时候休息在家 一个人弄点零食啊 然后窝在沙发上面看电影 所以我那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挺享受的过程 那你觉得这台电视够大吗 可以抱回家吗 可以抱回家吗 今天其实有机会 今天真的是有机会 因为我们今天有抽奖 真的吗 对我们今天就是 我们今天在现在大家就有一个会议 就是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直播的朋友们 他们在看我们现在这个直播 他们就有机会参加我们抽奖 去抽这个奖 对我们看到70 那你们替我享受吧 对可以抱60吨的回家 那我自己还有一个心得 就是说我在家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电视并不放节目 我把它当做平保 就是像放照片嘛 大部分的流明很暗 那你知道蓝光的3D的那个电影 在家里面看效果比电影院更好 是吧 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验 另外就是好多人说 大屏幕电视你选哪个牌子 其实我说其实大屏幕到今天 发展到今天 它其实屏幕显示是非常重要的 那夏浦其实基本上是 眼睛电视的发明者 而且我们眼前的这一台海 你看哦 就据我所知 它是第十代系统的 就是整个是应用了 第十代的这个显示屏系统 然后另外你们注意观察 它底下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疑惑 我们会觉得 比如说 木下老师觉得是一个科技男 你知道吗 我坐在那边半天 我其实都 我就是觉得它很好看 那么大才很过瘾 但是你完全把细节 跟它的功能都说出来了 我因为自己其实平常特别笨 这些方面特别笨 但是别人不懂 我就只能自己去好奇心去摸索 然后到后来就给大家 介绍这些东西 介绍 还不错 那你看 比如说像大家有一个顾忌 觉得在家里面影音使放 音响系统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你看 现在这一台下谱的话 它这个底下弧形音响 你家里面再大的客厅 它能让每一个角落 都声音达到最好的一个成果 对 像我今天我的家 这个这么大的 就完全没问题了 对的 哎呀那太值了 到底我妈有没有 来参加抽奖呢 我好像把这一台车回去啊 所以孟夏老师 你们家就是这一台70寸的吗 我们家还是60寸 还没有升级到70寸 那你可以升级一下了 对 现在最大的是不是只能到70 我觉得如果更大 我更愿意再买更大的 我都可以 但是你看 现在电视机的发展的程度 还有一个装修方面的一个小经验 就是大家以往往往会把那个电视 放在了标准的电视柜上 但是现在你看电视已经跟电视柜一样大了 所以我建议还是悬挂在墙壁上 或者是专门给它做一个柜子 我这样的就是悬挂在墙上 对的 就像欣赏一只艺术作品一样 哪天如果有机会的话 邀请我去你们家看看 欢迎 欣赏一下 对 真的要邀请我们一下 因为 我们要互相串门 对 您不是说您的那个照片 您的那个装修好了 就拍了无数个杂志都上了吗 我要去哪里 我有很多好的小的黑科技经验 可以跟你们分享 太好了 那现在我们装修房子 就叫孟夏老师了 我可以提一点 但是他们通常说 你可以有什么忠告 我说电视上介绍装修经验 都是说如何用最少的钱 达到什么效果 我说我的这个经验没有 你如果有钱 我可以告诉你 怎么样把它装得更美 就是还是要 就是一定的一个价钱 在那边支撑出来 这个漂亮的环境 但是其实 所以我先去赚钱的时候 你如果经常逛家居市场 你会发现 就一个时髦的茶几 动辄十几万 二十万 一个沙发 真的好的那 突兀的沙发 那些沙发都很贵 但是你会发现 最时髦的高科技产品 价钱其实是一直在往下来的 对 它一定是的 而且它其实是你在客厅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件道具 绝对是 那我不知道现在我们 就是现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直播 我们是有抽奖的 而且在座的各位参与进来之后呢 会拿到我们大家的签名照 大家的 大家的 所以一定要快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 今天的这个直播 在双十一这个日子里面 就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 你们可以拿到周周的签名照 然后呢 大家就是 今天还会有机会 获得我们的这个大电视 所以一定要加油加油 我只是想要 就是很有私心地告诉我爸妈 加油加油 我看你们能不能把电视 抬回家咯 就是现在 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很有意义 就是在双十一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说 买到最好最值的东西 然后给大家一些经验 不知道周周有没有参与到我们购物呢 双十一的购物当中 其实今天我刚才要听孟霞老师说 我是来受教的 我是听上课的 我对其实对这个电视机啊什么都不是特别了解 我的概念里面啊 就是还是 那个那个清晰 然后还有一个超清 我的概念里面 对高清 超清 我的概念里面就只有这个 我看 因为我选片的时候 它也是有那个清晰的 有那个高清的 有那个超清的 我一般呢 就用超清的 那其实是因为现在网络的发达 它能够让你达到那个程度 如果你普通的像普通的电视机的话 你要是选超清的话 它呈现不出来 网络也呈现不出来 所以这一代电视 大家称为互联网电视 已经跟过去的那个电视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了 刚才那个伟同姐说 说什么 买双十一是吧 对呀 双十一 不好意思啊 插了你的话题 跟所有粉丝们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双十一买了什么 他们可能很想知道 其实双十一 今天就是双十一嘛 今天就是双十一 双十一就对我来说 我其实就会买一些日用品 然后会在网上面买一些零食 什么的 因为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吃零食 真的 你喜欢吃什么零食 快分享给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从小呢 我就喜欢吃糖 吃的我是满口蛀牙 但是你胖吗 为什么那么爱吃糖也不胖呢 对呀 吃糖其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好像吃糖都变胖 我吃糖真的是对我就是喜欢 他运动量大呀 你猜的眼上会多费力呀 唱首歌 风跳跳的 比较调皮 而且吃糖整个人会就是比较开心正能量一点 嗯 我觉得吃糖的男生基本上都比较正能量 吃糖的人因为我也喜欢吃糖 对 你喜欢自己夸一下 吃糖还有这个好处 对真的吃糖的人会比较的心情善良 一个是因为他们比较正能量 需要一些糖分补充给自己 然后让自己比较开心 那伟同姐双十一买了些什么呢 哎呦我刚才已经分享过了 分享过了 我买了一个炮脚的机器 比较踏实一点 像是沈老师他就买了比较的时间 就我觉得特别好 他买的是去旅游 所以多多是去买了糖零食 孟小老师买了什么呀 我可以讲我去年的一个笑话 因为全世界好像都在双十一在抢东西 那我也觉得我不知道要该买些什么东西了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小小的在浴室里面 可以听音乐的音响 真的吗 但是呢这个东西到了之后呢 我会发现你听一首歌要好几分钟 但是我洗澡很快 后来这一年纪半首歌 没有你可以改型不用在浴室啊 可以改到厨房 它那个是专门浴室用 那你就可以在泡澡的时候 我要增加洗澡的时间 你送给我吧 孟小老师 女生比泡澡 女生比较适用 对吧就可以用 但是双十一真的还是数码产品 还是比较有吸引力 价格呀各个方面 对数码产品 所以周周周你应该是选择一些数码产品 数码产品 挑着时间这个买买数码产品 对啊 反正今天我想说你分享一下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再想要跟大家推荐吗 双十一 双十一啊 那就就像刚才那个伟同姐说的这个数码产品啊 大家双十一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购置的数码产品 是打折是吧 对啊 双十一全部都打折了 我们打折的时候买啊 打折的时候再买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 就是因为我认识周周 是因为她演戏啊 这些东西 但后来了解她的 问她的粉丝 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迷她 周周演唱会啊 什么什么什么 就特别她歌艺特别厉害 然后最近听说就是说 很快的就开了演唱会啊 她在泰国开演唱会是售票 中国演艺民兴里面售票演的第一人 是吧 所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这怎么做到的呢 这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不是我做到的 这个是我的粉丝们 所以我们可以用 在背后默默的听我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对我的一个 努力一个功劳 因为如果我去那里开演唱会 然后他们没有人来看演唱会 那我也就没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称号了 我觉得其实继续努力吧 但是有没有觉得自己突然之间 就是也很开心 就会把就是整个票全部卖光了 的感觉 那肯定是心里面会 有一点点那个 这个小喜悦吧 我今天听到这个消息 我自己听到这个消息 我觉得自己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终于是落下了 然后我觉得啊 还算好票卖出去 那真的是实力的体现 所以我特别想要就是问问这种 实力型的这种 在心中是不是满怀信心的 觉得肯定是没问题 还是说有小惊喜 没有没有没有 我绝对没有想法是肯定没有问题 你自己压力大吗 从这个巡演开始啊 从第一场北京场 这个巡演开始的时候 我就 其实每一场每一场 我都是都自己心里面挺忐忑的 因为我自己 首先是 作为一个要作为一个歌手 然后 要去在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 一个歌手 一个或者 dance 舞蹈啊什么的 这个 我觉得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挺没把握的 但是到那个真的是开了演唱会 第一场北京场开完之后 我觉得啊 踏实一点 我这个我这个人还在开演唱会 也是能唱歌也能做好的 然后在每一场每一场到韩国场到泰国场 真的是把演唱会开到国外去之后 在做完这件事情 我觉得哇 真的是 做了一件自己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现在听起来 我觉得周周的自信心 就是对他自己的这个演唱事业的自信心 是一点点 就是爱你的粉丝给你的 加持你的 都是你的 然后到最后 就自己就自信满满了 所以就请爱周周的粉丝们继续加油 继续为他鼓励 我们能双十一 咱们给周周的粉丝申请一点福利吗 在曼谷演唱会的话 你觉得你表演最棒的一首歌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申请福利是打折买电视的 没有 那个后面有 我们申请一个特别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在泰国的这个 就整个的很爆嘛 所以一定要分享一些 就自己下的一些心情 或者是说 你觉得你最喜欢 哪一首歌的舞蹈啊 我们可以给直播的观众一点福利 直播的粉丝们 大家肯定会特别想要知道 你心里面的这种小的小心情 好 既然大家要这么样福利 那我就给大家个福利 作为这个双十一这个节日 这个愉快 大家普天同庆的这个节日 我就献给一个大家一个 大大的吻 大大的吻 我们镜头也要推进来 要大大的吻 一定是福利 说要不要放一下 那个slow motion慢动作 跳过 敷衍的 我就敷衍的把这个带过 我真的是很爆嘛 我刚看的这个场景 在泰国是有三千个人吧 三千人 哇 然后在韩国也是 当时去的时候你看粉丝们 哎 整个几场时候爆满了 感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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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哎 我已经 所以看完这个下一场什么时候 对对对 我一定 在明年吧 明年然后再开 就出了第二张专辑 因为我之前是出了第一张专辑 然后开了这个巡逢演唱会 然后我会在明年推出我 尽快推出我的新的作品 把新的作品带给大家 然后呢 在明年开新的演唱会 好呀 公开老师 你要不要升级一下 既然我们今天跟多多坐在这边 希望他下一次点赞会 能邀请我们去看 肯定邀请啊 好 我们今天预订了 预订成功 实际老师肯定也很想去的 因为他在那边 已经在瞄过来了 实际老师 一个回哥 好 我们已经预订成功了 我们一定要去看 对 就是补偿 但我提前要学你的歌 所以呢 我会在家默默地 把你演唱会 一遍一遍地播放 好 我会把我那个新的唱片 送给你 用你新的那个 对 下谱的 七十寸大电视好不好 是 我只见的是 前线下我认识很好 你一个人现在读出的时间多吗 那么红之后 没有没有 没有那么红 其实 一个人 一个人的时间 对我来说 其实挺 挺珍贵 然后 能够好好休息 然后 然后能够在家里 看着电视 躺在沙发上面 看看电影 对我来说 也是挺 玩游戏嘛 我也玩游戏 也会玩游戏 对对对 你们男生都会玩游戏吗 我比较特别吧 我至今到现在 玩的唯一一款游戏 就是 植物大战僵尸 我们能拍下手吗 我这个从来不玩游戏 也就是 真的很喜欢玩植物大战僵尸 就是这么的 我就是会玩一些 也会玩植物大战僵尸 就是手机上 植物大战僵尸玩通关吗 还是 玩通关了 现在好多游戏 其实在电视上都 对对对 效果更好 电视上也能玩 对 也可以玩游戏 这样很爽啊 想象一下 大电视放了 然后拿一个 在这边玩游戏 下次这一天 应该是可以排解压力的 一个好办法 是是是 说我们要玩游戏吗 我们要玩游戏吗 我们这个可以玩游戏吗 我们直播玩游戏 我们现在可以 就是感受一下 玩游戏的感觉 是用我们的电视 有没有什么可以玩 可以大概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直播大战僵尸 你有在电视上玩过游戏吗 有有有 我也在电视上玩过 你们都有玩过 但是因为那个操作 用那个摇晃器比较 对 小 就是要单配一个大的 要攻击 我们现在是可以玩游戏啊 真的要玩游戏吗 我们都不懂该怎么弄 我们都不懂 我们要玩吗 我可以试一下 我很笨的呀 这个用哪一个要 用什么 用感触吗 对 对战 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比较 比较OK的 哎 我很笨的 要不然那个可以 周周跟孟夏老师一起味打一下 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我没 你在 你在 我在这边 你是这边 完全无期待 我都不知道 我们要玩游戏呢 好开心啊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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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果然用大电视玩游戏 感觉果然是很不一样 画面感感很强 画面感很强 有同学你要玩吗 我不会玩啊 你是这是操控不了的 没有线吧 操得了吧 然后我们再到底想 哎 我觉得还是你比较厉害 他比较厉害 他比较厉害 你玩一下 你玩一个 我们看一下 给我们演示一下 这个好像是双人 双人 双人对答的 可以选一个跟机器玩吗 这个好像不太合 没有 这个好像没有演出 还没有开始 有可以吗 这个 可以调个吗 可以 你是这个人物 你可以试试 你是那个人 对 有用 对 对 我跑到那 你现在反应过来 你是哪个了 我完全反应不过来 我在哪里 哎 没准你 你没反应过来 你已经赢了 有时候 那个我把你打飞了 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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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我们小时候玩的 任天堂游戏都是 都是第一代那种 现在的画面 我今天冲到不到去哪的人 应该就是我吧 你在跑圈 你在跑圈 你太笨了 我从来没有在电视机上 没有玩过游戏 很震撼 嗯 而且现在那些VR游戏 你要戴着眼睛 这样要离得远一点 更厉害 我如果有VR的话 戴着眼睛 还卖的有那个3D的 3D的 其实你可以觉醒 我觉得我好像不太行 这个 哇 崔峰夏老师 你觉得如果说 我们的房子 就这么大一点的话 买个这么大的电视 会不会觉得太大 那还是得看房子 我有一个诀窍 就是说你在家里面 现在的客厅的话 电视不要放在正中间 你其实 比如说 这是我们家的客厅 咱们的那个沙发在这里 这里一定是茶几 然后这边也是可以客人 面对面交流 但是这样做的不难受吗 放在旁边就好了 基本上是一个背景 然后你如果你要专注地玩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啊 对吧 但是整个 比如说我们朋友来的时候 大家 它是一个背景 但不要让它成为一个 最核心的东西 对 它很巧妙 这个位置很巧妙 现在电视机是一个装饰 对 而且它如果说 它房子小的话 其实如果一个大的屏幕过去 还反而就有一种时髦的感觉 就一进家 就是一个电视开的 就是大部分大家会看到一个 大的一个空间在走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副壁画 其实一个艺术作品 所以就是建议房子小呢 大家都不要省 大电视该买的还是要吗 空间这个是 虽然是房子 很多人说我自己不是买的房子 是租的房子 但是我们现在经常强调一句话 你房子是住来的 但生活是你自己的 我突然觉得我有在操作 沉住了 有一点代入感了 对 这个是你 不知道今天大家就是朋友们 就是网友朋友们看到我们 今天的节目 会不会大家都会想说 我们想要换个大电视 玩游戏 换个大电视玩游戏也好 或者是说看照片也好 都被感染到了 好了 我决定了 这个又说服我了 我决定要在家里面玩游戏了 大家看完我们玩这游戏 有没有很心动呢 现在不知道 就是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还有 我们现场 就是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来看我们的现场直播 有没有很心动 我们今天真的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心得 还有分享了周周的近况 还有他的演唱会啊 还有他的公寓活动 所以跟大家聊了很多 还有孟小老师也跟他聊了 真的是科技的达人 所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东西 不知道现场的朋友 直播的朋友们 现在留到现场 现在的有没有在进行我们的抽奖 因为我们的大理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抽奖了吗现在 我们现在节目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做完了之后 就可以抽奖了 然后就会知道说 谁是我们今天的幸运 而能够搬回家 我们这么大的一台大电视回家 我着急了 我着急把电视抽给你们 所以现在也还有机会 大家要参与进来 快点快点参与进来 因为我们等一下直播差不多就该结束了 所以说 现在应该就剩最后的一点机会 抓紧最后的互动机会 然后孟小老师跟周周 有没有什么再跟大家去分享 再聊一聊的 因为我们今天差不多 我们时间应该差不多就结束了 你爱看恐怖片吗 我其实特别爱看恐怖片 我一个人在家我就会看到恐怖片 我也是 我一个人在家看恐怖片的 不知道你们敢不敢 你们实在是太喜欢自虐了吧 我真的是不敢 而且前一段 《釜山行》有看吗 有看有看 《釜山行》我会觉得 如果是在这么大的屏幕上看 效果是 其实我觉得《釜山行》不可怕 不过是在那边跑 我看哭了 我看哭了 对 我到最后真的是看哭了 我觉得就是他在后面讲人性的东西特别好 他是一个还是一个场景啊一个打斗啊 不是说一个有什么鬼怪 吓人的 但是那个僵尸成群的那个场面还是挺吓人的 我们在最后一定要以这个僵尸吓人来说嘛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让观众朋友们看着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 周周啊 孟茜老师啊 史燕老师啊 张岳老师啊 过来 我们现场大家就坐在我们这边给大家签名 签好了送给大家 所有的网友们都有福利能抽到我们大家的签名照好不好 我们请那个史燕老师跟张岳老师上场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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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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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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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拿了签名板 签名板吗 我们不知道要签名照片吗 我们先签版上更有纪念 因为签名照片的话是我们分开的 签名板 我们的名字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好的 然后因为我们是上半场和下半场 所以我和张岳和彤彤 然后蒙夏老师和周周和彤彤 好不好 好 我在这边 来 周周先来 好 我开始签名了 签名 请给大家一个禁止 直播签名 要给你拿着吗 我没事 不用 谢谢老师们 我的字都写在那儿抖了 给我留一点地方 没有 周周想说我习惯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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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 我必须写到你旁边 沾你一点光 不敢 不敢 我也想写在这上面了 怎么办张面 自己写在这儿 再加一个心 我好像是可以写在旁边 周周粉丝不要嫉妒我 孟夏老师你给我留一点空间 这边 你都签一个算了 没有地方请你们两个 对不起 我写那么大 我签在旁边好了 我太自私了 我就是要这样 然后这才有艺术感 对不对 对 你们签这边还有两个 你们要快签在一起 怎么办 很想签在这上 你自己签这上好吗 没有签小一点的话 这边一个空间这里也够的 好呀 我们都签一遍吧 把两个是吧 对 因为我们幸运儿是两个 今天的幸运儿都可以得到 我们所有在场 哪一位老师的签名 好不好 好 好的 那你先签那个 周周先来吧 好 我签小一点 周周太可爱了 你不要签那么小 习惯性 你太小了 没有这个话气了 不想想还有签大一点 好 我给这个迷你版的 给老师们留点那个发挥的余地 我来吗 对 好 大家第一版的话就保守了很多 好 都有淘心啊 那我也要结 我写的就做空间 哎呀 我的姿势最丑的 咱们留 好 我们留这么大的空间是要做什么呢 大家都要那个什么 我这是笑脸 好 好 可以我吧 那我就在这个位置吧 我们应该在这边 签上的日期 双十一 对哦 你写一下吧 那就是 一一一二零一六 二零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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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这个你还好 一二零一六 没有签 是不是很有意义呢 二零一六的双十一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像我们的巴刹科技科尼 对 我还差一个 哦 那我写在哪 我给你断 哎呦 没关系 我写很小 好可爱呀 飞在了周周的肩膀上 好的 好 耶 完成了 完成了 那我们一起博脸吧 好的 看哪个看见 好 谢谢大家 然后现在呢 因为还有一台电视还没有抽出 上半场我们那个新闻而已 已经产生了 哦真的 现在保密一会儿 应该会在我们的后台公布 然后呢 现在的下一位 谁能得大电视 就是要看现在的 对 谁留言 然后得到的支持最多 然后得到的这个点赞最多 谁就能够得到下一台的架谱 好厉害 好厉害 快留言 快留言 而且哦别忘了 你可以自己选哦 到底要那个大签名的周周的签名 还是要小签名的周周的签名 也是个失误 好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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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